今天这个就是一个忽悠的会 就是是创业者忽悠投资者 投资者忽悠创业者 中国这个社会呢 现在就是一个忽悠的社会 但是我说这个不是贬义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就是在不断的销售自己 销售自己的产品 销售自己的人格魅力的这个过程中 来推动社会的进步的 是吧 否则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么兴旺的 这个就是投资与创业的这个局面 没有投资者的这个忽悠创业者 不可能这么踊跃的去创业 因为你们知道 之所以这么踊跃 是因为用的钱不是你们的钱 是吧 那个那么没有这么多创业者的 这个勇往值钱 投资者也不可能这么希望 像张颖赵尔这个经纬 投得那么好 是吧 所以呢 这是一个互为互利的忽悠社会